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在有S1跟S2兩個量 喇叭相距2.5公尺 發出銅像位且相同波長為1公尺 Randa是等於1公尺的聲波 它銅像位也就是說 它是起乎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發出聲音的時候 它那個頻率的震盪 它是同步的 頻率的震盪也是同步的 震盪頻率 震盪是同步的 就是說 同時上同時下 或是就是說 我們知道那個聲音的話 要有一個譚片 譚片的話也來震盪 那兩個譚片震盪呢 它是同步 是同步的 同步震盪 就是說 它往東 它跟著往東 它往西 它跟著往西 這樣子 同步震盪 好 然後現在的話呢 他是說 這個喇叭相距2.5公尺 波長是等於1公尺 則沿著 距兩波遠中心 兩波遠的中心這裡 那個4公尺的地方這樣繞一圈 可聽到音量有大小起伏的變化 其中共有幾處有音量極小 所謂音量極小就是說 那就是說 那個香蕭干涉 或是叫做破壞性干涉 也就是說 它射出來的波長 波峰到達這裡的時候 它射出來的波骨 就到了這裡 就香蕭 一個波峰一個波骨 這樣的話就香蕭 那這個實際上就是所謂的節點 好 那它不是說有幾個地方 那這個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要算那個結線 看結線有幾條 因為結線上面的點都是結點 就是說 我現在 就是說這兩個點波遠的話 當 我假設 它在很遠的地方 它形成這個香蕭干涉 或是破壞性干涉 那麼這個波神叉 要滿足什麼 滿足叉什麼 差半個波長的計數倍 也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如果是希塔的話 這個希塔跟這個希塔是一樣的 如果這個是結線 跟這個希塔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D D 3 希塔 是等於半個波長的計數倍 也就是說 N-2 N-1 那N從1開始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D分之 N-2 N-2 N-1 N-2 N-1 這個要小於等於1 如果會等於1的話 那個等於1的情況就比較特殊 等於1的話就是說 代表這個角度是 代表這個角度是90度 角度90度 代表什麼呢 代表是這一條界線 等於是一條色線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N的話可以等於多少 所以是N-2分之1 要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Landa分之D 那Landa是一公尺 D是2.5 所以這是2.5 所以N 要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2分之1 一過來的話就是3 2.5加0到 等於3 也就N的話可以等於1 等於2 等於3 不過等於3比較特殊 等於3的話 就是三於七打等於1的情況 等於3就是這一條 我把這個圖 再給他畫一遍的話 就是說 有兩個點播源 然後這個是中垂線 現在我們只考慮一邊 考慮一邊的話 事實上有什麼呢 有兩個正常的結線 這個 這是N等於1 這是N等於2 其中N等於3的話 剛好是這個射線 N等於3是 四打等於90度的時候 等於是一條 在這一條射線上 它的那個 起無都是最小的 因為這條射線上 它每一點都是結點 好那我現在的話 用什麼呢 用這個半徑14公尺 這樣把它繞一圈 要繞一圈的話 會有幾個結點呢 1 2 兩個結點 3 4 5 所以一半的話 有五個結點 另外一半也有五個結點 所以5加5 所以有十個結點 所以有十個地方 繞一圈 總共有十個地方 它的音量 它的音量呢 是最小的 我就是說 那個 是香蕭乾澀的地方 所以總共有十個地方 總共有十個地方 它的音量呢 極小只會出現 所以答案呢 是十 答案是十 謝謝 謝謝